这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高考了 不知道各位高三的学弟学妹们 你们的立体几何学的怎么样了 那今天我们不聊另一个几何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几何 几何E 当然几何现在品牌有几何A 几何C和几何E 连起来是ACE 也是一个英语单词ACE 祝大家高考取得好的成绩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款车 我们先来看这款车 这款车的设计很有特点 首先是配色 我们这一款叫做薄荷 薄荷绿 跟我这颜色有点像 当然它还有一款车漆 跟我一样的叫清曼 它有四种颜色 包括薄荷 清曼 还有一个茉莉 和一个蓝莲 用这种比较年轻的色彩 来营造自己那种年轻的氛围 我觉得这种用色还是挺好玩的 大家用的越来越厉害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设计上的细节 首先这里 这有一个环 我们同时叫它 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我觉得还是很贴气的 做了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设计 这中间其实是它的一个大灯 这个大灯也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功能 远近光 一体的 然后还有一个自动的大灯 还能够智能的开启 功能还是比较的全的 而且客气还很足 上方这有一个贯穿式的自间行车灯 包括转向灯 在这两边都集成在这里的 位置灯都在这 然后这个还挺有设计感 点亮以后辨识度也很高 好 我们再接着往这边来看 这台车呢 它是一个A0级的SUV 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前后都比较短 然后轴距很长 4米多一点的车长 然后2485的一个轴距 这个车的轴长比非常的大 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紧凑 使用起来会 开起来会很灵活 然后看一些我很喜欢的设计特点 包括这个轮圈 这种压光的一个涂装 显得它非常的运动 然后上方这里呢 是一个充电口 左边是慢充 右边是快充口 车身同色的一个后视镜 也是一些非常年轻的元素 到这里C柱这里 它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几何线条的拼接 很有设计感的一个小细节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到 稍等一下 到这里 这还有一个车门 它整个车门的门把手 用了一个半隐藏式的设计 所以它的侧面线条特别的立整 而且是双腰线的一个设计 所以很年轻 所以很有意思 再来到车尾巴 车尾巴它的设计呢 它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它的灯子 这个灯呢 用了169克的REP灯来拼接 然后点亮以后 这些是很细的一个线条的一个环绕 然后这台车的尾灯也会看起来很不一样 前灯和后灯都有做的非常特别 然后这台车的辨识度会很强 这是几何的一个特点 几何翼的一个特点 然后这上面也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空气动静的一个尾翼 这还有一个高位的刹车灯 其实很像领航灯 这都是这台车非常有性格特点的存在 然后外观我们就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到内饰上去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车内 车外它是一个薄荷绿 车内整个设计也是这种蓝色的 一个拼接色调 看起来非常的小清新我觉得内外做的一致 这点很难得 主打年轻的一个几何翼 这点做的还是值得夸赞 再来看一些它的特点 首先是这个双连瓶的大瓶 之前在几何A上它是这里做了一个小瓶 这里才做了一个大瓶 现在改成这种双连瓶 两个10.25英寸拼接在一起 然后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设计了 并且我一直特别喜欢的就是整个极客的一个系统 极客19的一个这种系统 它整个UI的设计特别的有科技感 不像是很多国产品里面做的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短板 但是在这一块呢 我觉得这车是它很有特点一个存在 科技感很强 把这个东西做的很足 虽然这台车可能不会卖的很贵 但是这些工能做的还是很值得夸赞 再讲一下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右盲区的一个影像 它叫黄金右眼 它是加了一个车门的右侧 加了一个摄像头 这个时候我们在右转弯的时候 减小了我们右侧的盲区 你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右转弯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盲区 这个地方加上来以后 开车真的是很细节的一个设定 而且很有必要 安全性会提高很多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呢 是它的情景模式 这个车呢是配了两种情景模式 一种是亲子模式 一种是跃动模式 在跃动模式下 它会主动的播放音乐 让人家车变成一个移动的KTV 很好玩 亲子模式呢 放一些儿歌来哄小孩 这台车将来的家用属性会很强 这都是一些它的细节 然后在车辆的设置里面 能看到它安全配置还是蛮多的 像是紧急制动啊 车道偏离预警 然后陡坡缓降这些功能都是有的 包括还有一个ESC这台车都是配的 安全功能非常的齐全 虽然这台车的售价可能不会超过10万块钱 但是这些配置配的很全 我觉得跟下面那些老年代步车 那种很便宜的车拉开了差距 在安全这块是最能凸显出这台车往上提挡的一个地方 然后其他的呢 我们就再说一下它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设计 我们一些舒适性的配置 你看比如说空调出风口这里 它用了一个环形的设计 然后上面上方用了一个亚克力版的装饰 环了一圈透明的出风口 加上这个薄片的调节 让这个出风口简约但是不简单 很有设计感 我觉得就是很取巧的一点点设计 然后上方还有一个音响悬浮式的这种设计 它升起来了很有点那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奥迪Q7上那个BO的音响 就是一开启用它升起来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最低的成本 实现了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是生活的仪式感 然后这里在仪表台上 它用了这种有一些纹路的感觉 拼接起来 特别像什么 像那种断面的一些窗帘布 就是大家那些欧式豪装 他们的窗帘布会用这种感觉 它也用在这里非常取巧 其实它是塑料的 会让这台车的精致感提升很多 虽然可能成本限制这台车 不会用特别多的那种大面的皮质包裹 但是在这些细节上还是营造的很足的 这台车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 然后最后再说一点点呢 空间方面好评吧 这台车呢 它在这里啊 做了一个小卡槽 手机放进去 刚好卡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特别合适 放手机会很方便 而且放一些功能在这都很好 旋钮是换挡 这个已经是几何家族 小小的线维器 把咖啡放进去之后 你开车的时候它不会晃 我觉得这些是也很细 而且这里还放了两个USB 后排还有一个USB 这些都是一些实用性的小细节啊 包括门板上 它也掏了非常多的洞 用来展示它的空间 来强化它的家用属性 好 这是前排的一些介绍 我们稍后到后排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 好 我们到后排啊 这台车的后排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功用性很强啊 就是它后排是用来做人的 因为首先是个纯平地台啊 给后排打了一个贯穿式的空间 坐三个人 紧紧 没有毛病 而且这个座椅呢 你看 坐得非常的直接啊 它没有去过多的去凹什么造型 它就是一个很直的这样的状态 能装三个人 很像那种美式的复古的车型 就是绿皮书那个里面 它们开那种复古车 它后面座椅就是这样 就是为了装人 装载三个人 然后呢 包括这种什么头部空间 也刚刚好 我觉得就是我这个身高 我大概是穿鞋一米八左右 然后放在这里 我觉得能坐这样的三个人 对于这样一台小型SUV来说 够用了 家用很 功用很性很强 刚才说这还有一个USB接口 这还有一个放东西的储物口 包括这门板上 还有能够放 左右各放三瓶宽水都没有问题 这种储物 实用性很强 主打 包括这里的储物袋 但是有一点点呢 是它这个座椅是不能放倒的 就是它就是强调你这儿载人 它不要求你去多进行多大的空间的拓展能力 所以呢 我们稍后到后备箱 大家看一下它这后备箱是什么样的设计 好 刚说了后排座椅不能放倒 我们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 它的后备箱呢 坐的特别的深啊 然后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下沉式的设计 底面也是其实型面做的还比较齐整 下面是补胎液 然后这儿还有两个大的一个装的盒子 储物盒 它这里面功用性很强 看左右两边放在这儿有一个 其实是可以装一些像我们的清洁剂啊 或者是一些水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上面这儿还有一个挂钩啊 这都是一些家用的实用性的配置 包括这儿还有一个后排的一个小灯 帮我们照亮这个地方的空间啊 整体来说这个地方放三个24寸的箱子是OK的 但是呢 它不能放倒 所以它拓展能力受限 这里更多的是强调这种短途的出行 还有就是家用的一些买菜啊这种的出行的功能 我觉得这些实用性也OK 但有一点要吐槽就是这个台子可能会比较高 我们放东西的时候 这儿可能会要提起来再放进去 这点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算是它的优点也是算是它的缺点在这儿 好我们又回到了车前啊 跟大家讲一下这台车的一个什么 因为今天是静态啊 这台车没有上牌不能上路 它的整个车呢 配了一个60千瓦的一个电机啊 动力来说我觉得日常代步是完全够的 然后在电池这块呢 它是配了两个版本啊 这个版本呢是39.4度电 它的官方续航是401公里啊 应付一些日常通勤 包括一些短途的成绩出行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总体来说它这个配置 加上这个配色的这些设计感 我预计它的售价会在10万以内啊 如果你10万以内想要买到一台很与众不同 然后出行会很舒服 一家人都能够得到照顾的事情 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挺值得选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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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